小姐看 啊 这个我叫张天水 工厂张 等会儿 我们先整队 先整队 现在进行报数 我当喊到第几名的时候 立正 喊到 所有队列你们的动作 没有动就不要动 没有点头 不要笑 我没有没笑 不要讲话 不要点头 调名 动 我 我喊第二名 喊到 哦到到 第二名 到 第二名 到 第二名 到 我再次强调一下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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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嘻嘻哈哈 我不会跟你们开这种玩笑 这是在训练场 现在把你衣服拉链拉起来 拉到顶 没有拉你动 不要让你耸肩 你有什么好耸 我没让你动 你不要动 你就不要动 你不会打报告吗 是我没说吗 就是我们两个来了 我们对这个周遭的任何环境 我们是不属于了解的状态 我们的在训练 我们就在训练 我们就在训练 报告 坐 身上氧 动 能不能学习一下 不是 这点小事还报告吗 你觉得小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概念 怎么不是概念 这所有的联格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才能去执行任务 对 其实我就想参加这个项目 我就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着急啊 时间仅仅为重 我觉得就是你有这个时间去战队列的话 其实请人家干点我该干的事情 我得了解我需要去做什么 小姐 我明确告诉你 就这样子你执行不了任务 我可以的 你不可以 别着急 第一天 我告诉你 就以第一天的态度就不可以 一个不听指挥员口令的消防员不可以 一个心里没有纪律 没有规矩的人不可以 你能力数字再强不可以 消防军员队友和很多队友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 抗红我们要参加 灭火我们要参加 正常的社会救助 人员跳楼 地震救援 你见过现场吗 没有 为什么我把纪律讲在前面 如果你连 纪律都不遵守 我下张命令 你能服从吗 你没有认真的严肃的纪律 你没有认真的态度 我不夸张的跟你讲 不要说救人 你最后会让别人来救你 钱小贤你要记住这句话 报告你这句话说服我了 现在你看到的每一项 所有操场的队员 别人已经把你们所学的课程 已经学过一遍了 才去学救人的技术 既然你选择了加入也好 你要体验生活也好 你选择了 你就要接受这种方式 特别是我知道说你们要 参加到实际的救援当中的 对 我们不是想体验来的 我们就是想好好当个消防员 确实是 感到下来 我们是想体验 to 在这身边的道路里 走得练闭 好 感谢 身体验 就像个保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